Hello 大家好 我是肯哥 今天来带各位看一下 2023年上半年 Limber在亚太地区 那系列销量前五的款式 第五名型号6544 白岩松同款 基本上任何品牌都会有的传统商务近框 三维有53-18-34 以及55-18-36两种可选 适合中大典型的人群 同区在65-71之间效果最佳 扁长造型 中规中矩 不挑脸型 不挑性别 非常适合需要营造比较传统或正经感觉的你 第四名信号6603 刘浩然跟白克同款 有着与亚洲人眼眶轮廓最接近的离形竞圈 上脸自然柔和 特别增加亲和力 三维50-21-43 同区在65-69之间效果最佳 竞价实际比看上去要大 小脸型及高度数人群要慎重 如果追求时尚 那么颜色建议首选透色前圈搭配彩色系进退 绝不会让你失望 第三名 信号6529 小破绽超级奥组合同学同款 方中带柔 柔中带润的圈形 一种在正经与可爱之间反复横跳的感觉 三维分别为47-20-38 49-21-40 以及51-21-12 同区在61-69之间效果最佳 各类大中小脸型都适用 此款前圈选择黑白蓝剑变色 效果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第二名 信号6627 张云龙同款 6627凭借其独特的倒梯型造型 圈粉无数 不仅大片型起到很好的修饰脸型效果 而且颜色搭配自由度非常高 无论男女上脸就自带时尚感 能在面试仅大半年编越居 亚太地区销量第二就是最好证明 三维50-18-42 同区在62-66之间效果最佳 第一名 信号6541 徐正与范围同款 6541可以理解为6603的缩小版 变相论证离行竞选是多么的受欢迎 并且打破圆脸不适合带圆框的无忌之谈 凸显自信 张显自我 三维分别为46-21-40 49-21-43 以及51-22-45 同样覆盖各类大中小脸星 同区在61-72之间效果最佳 小蜀的人知道该怎么走 超过一半的智慧点着头 燃烧不完的烟火接着愁 刚才分享的五款就是23年上半年 Limber在亚太地区闹系列销量前五的款式 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至于你的脸型或你的度数适合什么款式 那么同一个款式又该怎么搭配才更好看 想知道答案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 好 那么视频的最后我想说一句 配眼镜找对人很重要 我是有温度有态度的 四星眼镜主题人 千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